那因為禁斧不是大家都隨時可以取得到的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請在下面留言 然後視訊我們小編理的地址 我再寄給你10張好不好 嗨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囉 我們清明節即將到來 那有些清明節的禁忌呢 跟大家在今天做一下分享 開始今天的節目之前呢 還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在追蹤我們的影片過程當中 有任何想要再發問的部分 歡迎在我們下面留言 我會盡快回覆你 或者是我們小編呢 會依照你的問題 設計一些提組 做一個綜合性的回答 那如果不小心讓你會想到 在家人往生的過程當中 有任何遺憾的地方 請不要太話愛 因為有些部分是 若是否自己個人的觀感 我自己是比較偏向挑戰傳統習俗 比較會去追根究底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不能這樣做 每個人每個人站在不同的想法 而且甚至你家裡面可能有長輩 有不同的想法 有地方習俗 各自的差異 約定成熟就成為一個習慣 一直延續到今 所以不用太掛礙 有些你可能有遺憾的部分 只要你覺得 我做了我該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 按讚 開啟小鈴鐺 讓你獲取更多的殯葬小嘗試 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家中正在扶桑期間的話 到底要不要掃墓 在上市的期間 我們親密節是不需要去掃墓的 如果是上市結束之後 然後剛好遇到親密節 那要去做掃墓的動作 好 扶桑結束之後就可以掃墓了嘛 對沒有問題 扶桑結束之後 麻煩請去掃墓 就是指 上市結束之後 遇到親密節 掃墓有分先掃祖墳 還是新墳嗎 提醒大家 通常新墳會去掃 因為新墳是我們家裡面 自己的長輩嘛 祖墳的部分呢 可能你還有阿伯阿伯 所以通常我們都會 提前先去掃新墳 然後呢 跟家裡面的 叔伯再約好 再去掃祖墳 有些納古塔的掃墓 需要透過電腦螢幕祭拜 這樣祖先感受得到嗎 抱歉我要告訴你 因為我還沒死翹翹 所以 我不曉得能不能感受得到 但是我覺得 這是心意上面的問題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習俗就是習俗 如果 覺得這件事情對你很重要的話 以我個人 我不會透過螢幕去做這件事情 我會到現場去 緬懷去追思 每個人看法不同 如果我感受得到 是不是在家裡 拜就好 也不用到納古塔呢 基本上家裡如果有拜祖先的話 清明節 你本來就應該要在家裡做一次祭祀 掃墓的動作 你也應該要去掃 如果家裡沒有祖先的話 通常就不會單純在家裡面 做祭祀的動作 為什麼叫做掃墓 他就是去整理墓地 所以呢 他不會單單只是在家裡做祭祀的活動 選擇欣欣的葬禮 遇到的清明節該怎麼辦呢 嗯 那就在家裡面看看照片 然後看看追思影片吧 這個 若師傅幫不上忙 因為你在過了幾個月以後 現場就人事已非了 那海戰更不用講 他飄到哪裡 我也不知道啊 記者的過程當中 不以準備的水果 水果的樣式 或者是公平 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機會 我們就準備些人喜歡吃的水果 或者是菜肴就可以了 那是不是一定要激素呢 基本上我們都會取吉祥數 62 它有沒有它的原因呢 呃 有 但是小便說今天不要回答太常見答題 好 因為我有25題必須要回答 然後呢 那為何拜拜的時候要剝蛋殼 並且撒在墓地上面呢 這個剝蛋殼呢 有一種脫胎換骨的意思 那有人說 我吃素怎麼辦呢 你可以剝帶殼的花生 或者是龍眼 象徵同樣的意義 我覺得在科學上面呢 就是滋養那些草皮 在習俗上面呢 或者是民俗上面 墳頭就象徵了王者的房子 然後順便幫他補一下房子 跟那個我們閩南話說的貴門爪一樣 這是客家禮書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小便說不要講太多 接下來呢 下午時間為什麼不可以超過下午3點呢 下午3點太陽開始下山 這個時候呢 怕墓地的陰氣比較重 所以呢 通常會下午3點以前就完成這件事情 然後 掃墓之前需要禁食嗎 沒有禁食 但是呢 依照華人的傳統習俗 在清明的前一天是所謂的 寒食節 寒冷的寒食物的時 我們的字幕人員說 不要講太多聲色的東西 不然的話 他字會打不出來 會打錯字 會被我糾正 在寒食節的時候 其實會忌火 跟忌吃生冷的食物 基本上不是禁食 而是不要吃太寒的食物 懷孕的婦女或者驚起來可以掃墓 當然可以 但是孕婦請小心 因為呢 如果你是土葬的墳地的話呢 羊腸小禁 盡量小心 那基本上如果驚起來 也不用太忌諱 犯太歲 或印堂發黑的人可以掃墓嗎 犯太歲呢 一樣可以掃墓 印堂發黑呢 代表你身體不健康 多休息 或者是你中暑囉 健康不佳 或精神不羁的人 要避免掃墓嗎 剛剛同樣的回答 請多休息 或者是補充你的營養 好 服裝上有沒有特別的規定 就是穿輕便的衣服 盡量避免棉質 為什麼 因為那個山上有一些雜草 會直接黏在你身上 很難清 不要太鮮豔 不是因為鮮豔有什麼禁忌 因為呢 山上有時候會有虎頭蜂 或者是蜜蜂 你穿太鮮豔 或者是噴了香水的話 蜜蜂會來叮你 蚊子也會來咬你 尤其鄉下的地方很多小黑蚊 我這樣講話會不會太快 不會 好 繼續 我還有實際題 順道需要放禁服 或者是葉子嗎 只要是葉子都可以嗎 告訴大家不一定要放禁服 第一 艾草 第二 芙蓉葉 第三 榕樹葉 這三種葉子如果你都找不到的話呢 路上隨便 綠色的植物都可以找 欺騙葉子 放在紅包袋 或者直接放在口袋裡面 那 因為禁服不是大家都隨時可以取得到的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 然後是去我們小編你的地址 我再寄給你10張好不好 因為禁服太多的話也是要錢的 因為現在不是我自己寫的 如果我自己寫的話 那可能我要收費 應該要磨磨 經過他人的墓地的時候 該怎麼辦呢 請你保持平常的心 台灣早期 尤其山頭 你隨時都有我們老祖宗 或者是平埔族人 當時有被屠殺的時候 就隨地就地就買 你可能隨著跨過人家的頭上 在掃墓的時候 你本來就應該保持很虔誠很恭敬的心 我相信這些仙靈 地下有之夜都不會怪罪於我們 因為誰知道 沒有墓碑的地方 有沒有骨骸呢 如果跟墓碑上面的照片 四目交會的時候 會不會有影響 如果你心裡面有你的阿公阿嬤 或者爸爸媽媽的話 你不會有那個閒工夫 去看別人的照片 如果你的心念是非常正確的 那其實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接下來 如果小孩一同去掃墓的時候 真的不能嬉笑怒罵嗎 我覺得這是 每個人在家庭教育的方式 應該要去注意的 因為我們是去緬懷鮮染 不是去郊遊踏青 當然你也可以用一個比較輕鬆的心態去面對 就像是我們帶小孩子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也怕會影響到別人嘛 大家彼此互相去尊重 只要不到嬉笑怒罵的程度 比較輕鬆一點的 我覺得倒是無可厚非 那到墓區或者是納古塔的時候 為什麼不可以拍照 基本上還是會拍照啊 我還是常常去 我爸爸的塔位 都會跟他一起合拍 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 心態真的是非常重要 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那不小心 如果我們拍到別人的墓 怎麼樣 三廚 為何不可以陪同朋友 回到家中掃墓 我覺得掃墓 它就是家族裡面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信任這個人 你願意讓他陪伴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互動方式 掃墓回家一定要馬上洗澡嗎 如果你去山頭掃墓的話 包括去塔位 掃墓 去拜拜的時候基本上會 在清明節當天生日的 不可以慶生 不用太擔心 一樣過你的生日 但是那天會比較難約到朋友 因為如果朋友也去掃墓的話 回來就已經累到呼呼大睡了 還有時間跟你去夜唱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還有哪些禁忌必須要特別去注意的呢 小心火燭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禁忌 你要掃墓錢你就要負責任 在現場看到火滅了之後 再離開 然後注意你的安全 因為山區有時候還是有一些 蛇出沒 其他的部分 請你保持一個恭敬虔誠的心 去面懷我們的仙人 再一次的去祝福他 以上呢 清明節的小問答 就到這裡 跟大家報告完畢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讓你獲取更多殯葬小嘗試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